你好 欢迎收看4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大强震造成沙卡当步道大崩塌 而目前还有三人失联 包含了新加坡夫妻 以及和人中和矿区的销信男子 而11号一早 花莲消防局派遣人员搜救犬 以及重型机具进驻持续搜索 但中和矿区现场土石崩落 环境恶劣增添了救援的难度 而另外新加坡夫妻的家属得知 有可能出现在沙卡当瀑布 也前往现场查看 一早特搜人员出发前往中和矿场 花莲墙镇造成秀林乡和人矿区 还有一名销信男子失联 不过现场环境恶劣 特搜人员前进困难 小心哦 很陡很陡 不要一个跟一个 地震造成现场大规模崩塌 巨石满布 土石松动 增添救援困难 那我们目前距离事故点 还有100公尺 这边有汤邦 汤邦中间那边 大石跟细煞中间有一个沟 评估从沟这样过去 到事故点风险很大 不放弃一丝希望 10号搜救人员就曾试图挺进中和矿场 因为现场大面积崩塌考量安全 只能先行撤离 并且出动空拍机寻找路线继续推进 目前已途不到事故点 事故地点 这面积落石面积很庞大 又巨石 11号一早 花莲县消防局出动13个人 包括警销6人 已经矿区人员7名 重型机具怪手也进驻热区 开挖落石扩大搜索 另外在沙卡当步道 新加坡夫妻强振后持续失联 特搜队出动仅易销15人 一只收救犬 以及五步怪手挺进 搜救人员分两路 一边持续清理0.5K大封闭摊坊 还有一路继续前往1.8K大水管方向搜寻 但家属认为夫妻俩有可能 往前走到2.8K的沙卡当步步 欣赏风景 也希望能够持续搜索到瀑布 也搭车前往现场查看 记者 众号报道